大家好,我是吉川 在今天的视频里,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近况 以及回答一下朋友们在视频下面的一些提问 然后这些提问的内容呢,都是平时在家里我和我老公经常会聊到的内容 所以今天我想一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和我老公对谈的方式 但是他不出境,这样来解答一下朋友们的提问 因为每个人都有大家不同的视角 所以我想我们两个人共同来回答的话 可能希望能够给网友一个更全面的参考 那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吉川 以前一直是在做幕后工作的 然后这次第一次用声音的方式跟大家见面 那就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近况吧 就是介绍近况前要先跟大家道歉 就是我们这个频道最初那个建立的时候啊 是以就是刚好我们两个人都辞职在家嘛 完了就是以一种低收入日本的在日本生活低收入的家庭状态去介绍一个 这样的视角去介绍日本的 但是最近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老婆以征舍员的身份 又回去工作了 嗯 这跟我们追出的这个频道利益有一些冲突 因为似乎是不那么躺平了 嗯 他回去工作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不是说我们之前的状态生活不下去 就单纯就是以前我们一起工作的那个会社的社长 然后联系到我们现在他那个会社吃人吃的频非常严重 然后就说拜托我们能回去一个 呃以前的社长啊就是曲第一社长和那个什么我们的职主上司吧上司部长对我们都非常好 后来人家这么开口了我们肯定没办法拒绝的 这时候没办法就回去一个 至于为什么是我老婆回去不是我回去呢 这就刚好是跟你一个朋友一位朋友提到的在日本职场的压力问题了 我老婆在那个工作的过程中似乎她还没觉得有什么压力 因为她是做事务的我是做营业的 到时候我能感觉到压力 所以就是两个人就是选择一个相对压力比较少比较小的人会有很多 对的 嗯 那接下来就说一些那个什么近况大家就这样 反正因为现在她的话以正事严身问魂 所以加上我现在的工作还是一周上三天吧大家 正好我们家的收入大概就超过五百万了 跟以前我们说的那个低收入状态肯定是不太一样 嗯 但是这边我其实想补充一下 其实可能我觉得现在我过的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躺平 人最开始可能觉得工作是躺平 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和个人的呃 欲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要求是有关系的 嗯 我在工作当中没有觉得特别大的压力 对我来说呃 现在工作的状态有一个满足感 因为没有营业和销售方面的这些要求嘛 所以我想这个如果我去做一份不适合我的能力的 我觉得做起来很辛苦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那个就比较躺平 所以我现在现在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躺平吧 就是说收入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我觉得嗯 可以满足我现在的自己的一个需求 嗯 反而是这样嗯 那今天只要是给大家还要回答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嘛 嗯 那我现在来读一下 提问 然后来进行一下解答好吧 嗯 嗯 呃 呃 有这个David Zhao 5050的朋友提问说 中国人在日本买房是找中介 还是在哪里能看到卖房信息 期待您的回复 希望愿您幸福 谢谢 啊 日本买房的这个我们还刚好就是 才是经验者了 因为我们的房子就是通过中介买 为什么通过中介 因为日本你房源是可以在网上很多地方能 能查到的 包括雅虎啊 包括在叫一个叫斯莫的这些不动产的 房源信息网站都能搜到 但是你要买进入买房这一步的话 肯定是得找中介的 因为它中介乘载的不仅是一个 给你介绍房源的功能 然后赚你一个中介费之类 它还有个更大的作用 就是承担了一定的法律责任的 嗯 比如你就像说是在买那个二种房子的时候 这个房子的一些瑕疵啊 问题啊 以及这个房子的整体概况 都需要按照日本的宅建法 进到说明的义务 不能说你为了卖一个好价钱 就隐瞒某些问题的 当然现在说的是那个买二手房的状态下 那新房的话也是 新房它一般都是建筑会社 盖好房子以后去委托那个中介公司 也有可能是建筑会社 本身就有自己的中介 中介公司 对对 它中介是 其实最大的作用就是 你介绍就是付法律上的责任 比如这个房子有什么匣子 有什么问题 它如果没介绍到的话 最后你是可以找中介负责的 比较专业似的 对对对 还有贷款的 对不对 贷款方面自己去谈的话 可能要比中介要累一些 你自己能不能申请下来 主要一是要看你的年收 就是你的年生寿命 证明能不能足够去贷下来这些款 还有就是那兴度 就以前有没有信用卡签费啊 手机那个花费签费啊 这些不良的信用记录 反正你要是有工作啊 什么的需要 就是自己的生活 也没时间去的话 这时候中介也可以帮你帮 因为他们如果有提现银行的话 这些资料要做起来 想必你自己可能也快 就是他们会给你 每个一整套的那些 书类那些东西让你填 填完以后 他们就全帮你提交审查了 所以买房的话 房源可以轻松通过 雅虎啊 这些互联网能搜到 但是最后买房子 其实这种还是得通过中介 特别是你买二手房 房东他自己肯定是有自己的生活工作的 他不可能说 为了你这件事放下手术工作来 但不应对你 他肯定一般都是委托中介的 对对对对 红红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不得分中国人日本人 其实在日本买房子 都是要通过专业的中介公司来 打扮你的对吧 是吧 对对对 好 再看下一位网友就是说 这位叫Lau928的朋友说 由二三年开始的半年间 开始听到媒体在报道 日本已经结束迷失的三十年 连巴菲特也大举投资日本 表示看好日本前景 希望齐春有机会谈一谈在地的看法 感谢 日本经济复苏这个问题 最近很多媒体也在报 但是从我们像土托人生活的角度 其实感受不是太大 但是你从数据上是能直观的察觉到 一两个都一样 一个就是数据 数据比如那个日经指数 现在处在最近三十年的最高点 还有一个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跟疫情结束有关 就是很多游客回来了 虽然没有中国游客 虽然中国好像旅游旅游行现在日本还没有接开放 但是台湾欧美韩国的游客都回来了 回来了 现在你去一些景点 甚至走在那些比较热闹的街道上 能看到很多旅游那个游客的声音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直观的感受 就是物价在涨 我们很多人觉得物价上涨通胀还不太好 但是日本是一个例外 例外还是持续了三十年通缩 就是物价它三十年没变 但你三十没变 其实三十年物价不变并不是好事 你是处在通缩 就是你的经济没什么发展 然后现在它基本上算是摆脱了通缩 通缩的这个阶段进入通胀了 进入通胀以后 这大工资能不能涨 对对 所以但是你要进入通胀以后 就是大家经常说的 就是物价涨到工资没涨 这个其实对普通人的生活是较必大于力的 所以安全政府最近也不是一直在说 想搞一个像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国民所的倍增计划 类似的那种那种政策 之前能不能搞成功 那就看那个日本政府的那个市政能力了 这个短期来看是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怎么说啊 你比如说一个国家经济有没有付出最大的 最直观的 其实除了刚才说的那股 整个股市的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失业率问题 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有介绍到说 日本失业率现在处在最近几十年的最低点吧 一个国家如果你说他是经济没有复苏 他的就业率那么高 是首先是不符合这个常识的嘛 比如某些某些国家 那个失业率百分之二十好几的那种 他肯定不能说他的经济现在是很好嘛 你失业率怎么放任 所以总的来说 一是股市确实是最近几十年的最高点 还有二就是游客回来以后 带动了日本的服务业啊 这些就是中单消费的一些增长 还有就是就业率处的最高最高点 我们两个人现在不能完全都躺平 就是因为那些公司太确认了 现在到处都在招人 确实到处确认 就业率非常高嘛 其实我们就跟着巴菲特走 这个也 对 巴菲特都投资了 你我们不是学经济的 个体感觉的话 因为首先本来日本 他的那个叫什么呢 就你的收入 他的物价都跟收入相比 本来就不是很高 所以物价稍微涨一点 你个大人对生活是有影响 你说存面影响 完全没影响是不可能的嘛 但是影响没有那么大 就我们个人感觉来说 然后物价 物价一讲 随之而来的 应该就是工资上涨 因为政府也在做这方面努力 能不能成功 虽然一说 但是他这很多政策都已经打出来了 包括那个提升最低工资 法定最低工资啊之类的 现在都在那个什么 拭目以待吧 可能快的话 今年之内就有成效了 而且日本的最低工资 已经涨了两次了 最近几年好像 大阪这边好像 现在最低工资 已经超过一千了 以前才九百几嘛 现在可能已经超过一千了 对对对对 这小时候好像是 还有八百几的时候 刚来十二和三十了 很早 所以对普通人来说 你首先游客回来 然后中当那些服务业 零售业都开始增长 这就是好生 这就是经济复苏 而且说实话 我们在日本生活这十几年 也没有感觉到 日本经济真的萎靡不振 只有疫情这三年 是有强烈的感觉 因为大地上都没人了嘛 很多店都关门了嘛 那但是疫情这种突发事件 也没办法的 但是就算疫情之前 就是所谓的 失去的二十年 过程说失去的三十年 我个人感觉 其实也差不多 我一直没有觉得 日本经济真的很差 因为平时你到吉亚 你去商场也好 超市也好 都是真的是人下人海的 其实还是很热闹的外面 现在 所以就不像是 就我们自己的感觉 个人的感觉 就不像是一个 就是所谓的 失去了三十年 经济萎缩了三十年的 国家的样子 对对对 我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最下来 有两个朋友的提问 我觉得可以连在一起说 一个是叫U3 ZU3 后面比较长 然后他说 入日籍最大的弊端 就相当于 基本相当于 放弃给老人养老 这需要极其开明的 父母的支持 所以这是 我最犹豫的原因 如果没有父母 这一层的考量 我会毫不犹豫的 申请入籍 这个是这个网络题门 同时下面我们 还有一个朋友说 User ZP7提的 他说你好 我家有三个孩子 我现在想移居日本 能不能给点建议你 我觉得这个 我们可以结合起来聊一下 对 移民问题啊 就是 那我们两个都是留学 就是二十岁 十九岁 二十岁来日本 然后留学 然后再工作 再完全定下孩子 首先 先说第二个 就是已经成年 是有孩子 拖家带口 这种状态 要移民 这个你要承担的东西 可能要比 留学过来 然后适应 要承担的东西 要多得多 因为你留学状态 你只要留学生的时候 你只要按部就班上课 你想打工 可以打工 学习 然后 就是有 还是处在一个集体中的 过了语言观 对 对 但是读玩语言也好 还是什么都是在上学过程中 都是可以得到锻炼的 包括对社会的适应 就是你 你既然感觉到压力 是毕业了以后 就是开始工作也好 什么的 就是生活压力 所谓的 留学阶段给了你最少 就是你要直接上大学 所以我们是很自然而然的就留下来了 没有说经历的那个 就是这位朋友说的 已经成年带有孩子 就是这种脱家带口 移民 这个的话 你要考虑东西就非常多了 首先你的收入怎么解决 因为你要是成年以后来的 首先日语肯定是 我不知道你的日语状况 就首先你语言问题就能不能过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难关 语言过了以后生活习惯 日本是 我们一直说日本是 它与其说它是一个自由世界 比如说它是一个叫秩序世界 更好 更合适 因为它有很多的规则 就社会上 比如公众上都不能 自由是靠秩序的保障 对对对对 比如你在那个街上 不能大声喧哗 或者大声说话 你孩子你得管好 就是我们经常 在中国也讨厌那些生孩子 这些 还有一个就是 你能不能 就垃圾分类这种问题 还有跟周围的林芝的相处 这些日常的习惯 其实跟中国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比如我们家楼下 现在最近有人在装修 完了他会 首先是给他装修的 那个装修公司 装修会社 会给你来一封类色信 一个那个 哈达基 哈达基中文叫什么 就是 明信片或者是 对类似明信片 对对上 他们这次拿的是 那个纸张 那个A4纸大小的一封信 会给上下左右 离得最近的四个邻居 六个大概是六个 还有左上 左下的这样的 然后来一封信 告诉我们说 将在哪的期间 会有这个公式 有工程 然后会给您 带来应奖这样的 还有先给你 打一个招呼 倒一个欠 先是装修公司先来 然后 户主自己也来了 然后户主先来 带来一些小礼物 就是厨房一些用品 那个 这个最小使用 对对 保鲜膜之类的吧 但是就是很实用的 家庭肯定会用到的东西 他会拿过来 就是再来告诉你 说我们家要 要装修什么什么东西 可能要花一星期时间 这这卷时间的 白天几点到几点 可能会有一些声音 一些噪音 希望能体谅之类的 这种呢 就是也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会本能方式 对对对 然后你包括乘坐电车呀 在外边那些 坐那个叫什么 手扶电梯呀 还有那个坐乘坐 普通电梯 甚至靠门边的人会 就是喜欢性的去按 开门 方便别人上下 然后自己 在这门边的人 通常是最后下的 因为你离那个案警最近了 嗯 还有那个比如 比如你先上电梯 然后后面有人上来的话 你站在那个按钮旁边 你会问他一句 你想去几楼 然后再往那按楼层 这样的习惯 这些都是一些 很细微的地方 对对对对 但是会体现出 和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对 截然不同的 所以这些习惯 你要是很难习惯 或者你不知道的话 长年以后在日本生活 会面临很大很大的一些 就是困难和 就是很难受的地方 对而且尤其是作为 就是你作为 还有一个父母的身份吗 因为你如果是土生土长的 日本人的话 他自己已经具有这个尝试了 他在交给他的 他的下一代 就是从他的身上 去学到了这些东西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这个其实就是传承了 但是如果我们本身 自己就是移民的第一代的话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 给我们子女 有一个产承的话 也是一个难题 所以有很多人都说 对于移民来讲的话 移民的第一代 其实是牺牲掉的一代 就是好多东西 我们其实完全就是 你不能按照自己 在自己出生的国家 那样的去希望 日本为你而代替 而是你去入乡随俗 可能人家日本人 三岁六岁的小孩子 就懂得道理 可是我们成年 二三十岁的人 来到日本的话 并不懂这个东西 你在心理上 会有一个冲击 会有一个素面的 这样的一个情绪 然后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还要去承担说 我们的下一代去 怎么样交给他们 有一个顺畅的 这样的一个成绩 所以说这个难度 是非常大的 如果没有相当大的决心 来面对这些的话 恐怕 我不是很建议说 成年之后再来 再来移民 而且还有就是说 人更多的时候 都是在自己经历的 痛苦的时候 感受的更为强烈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一旦 下定决心移民的话 无论到哪一个 生活的哪一个阶段 你都要 都要更多的 尽量的感受 自己现阶段 所得到的一切 这样的话 可能生活上 你才会更有一个 生活上的满足感吧 这是我推个建议 对 是这样的 而且其实除了 自己的主要感受 你还不得不考虑的是 就是当地人 就是日本人 会对你怎么看 然后你要是不懂 日本的社会习惯的话 那确实是有可能 会被白眼的 甚至会被斥责 都有可能 你因为 对 就是 所以这方面的话 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如果成年以后 带有孩子 想移民的话 你要考虑一个的收入 而是社会习惯 还有一个是 就是你的那个承受能力 能不能放递姿态 入乡随俗 然后还有语言能力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朋友 问的是 对 说日记就是养老 就是一个是为后代 我想移民更多的是 为后代的考虑 然后同时还有人说 我对我的上一代 我的父母 去怎么样负责任 最后非人活着 真的是压力蛮大的 关于养老问题 其实我们以前的视频里介绍过 我们来决定移民 换日本国籍留下来 其实父母是非常赞同支持的 这点是我们首先已经 那个CLEAR 就是解决了 这方面的顾虑 当然不是说 我们就能卸下里得的 放弃这个义务 首先你得考虑到 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你到底是一代人苦 还是两代人苦 牺牲一代人的选择 还是牺牲两代人的选择的问题 对对 我们就是选择了 那个前者 可能是放弃了 对父母的养老 那个赡养的 这个放弃 说放弃 说无法尽到这个赡养的义务 但我觉得那个赡养 也是分两方面 一个是经济上 一个是感情上 如果说在感情上 就是说经历上你可以给他们补偿 然后在感情上的话 我看 如果你的父母就是认为 儿孙绕息才是 幸福的唯一定义的话 这个恐怕就很难解决 但是有的人可能 独立性比较强 认为说 我跟我的子女 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人格 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的幸福不是维系在 每天要和我的儿女见面 然后把他们的孙子 拽在跟前 如果他不是这样想的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 有比较好解决 还是跟个人的性格 不同 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杨老这个问题 确实很难解决的 就是你只能 我们只能说 你跟父母要沟通好 然后保持 让他们明白 你自己做的这个选择的目的 是不是对你 或者你的下一代 有帮助 有好处 如果有他 如果你的父母是那种 相对来说比较开明 他可能会理解 像我们的父母是非常理解 非常赞同我们的 而且一说 他们就说你养老不用管 我们这边不行 我就进养老院 当然 你说不担心 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怎么养老院 有钱 你给他寄钱也好 他自己攒你的钱也好 要进养老院 最后那些人 肯定是不能会向自己的子女 去赡养他们 这其实是一个难关 只能看各个家庭 你们自己的一些价值观的选择了 我们已经做了选择 至于您怎么选择 这还是在您自己的那个 知识 所有的价值观 价值体系 还有你父母的那个看法上了 希望你们也能找到一个 适合自己的那个未来 对 然后那再来看下面两位网友的评论 我觉得也是有相应的观点的 一个叫NENKE403 说非常喜欢你拍的视频 想请你以你的观点 从各方面聊聊日本的职场 想听听你以前郑舍员的工作经历 然后另外一位网友user RP8W说要怎么样 像你一样才能规划日本国籍 怎么规划国籍 和日本职场是两个问题吧 是两个问题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大概 规划日本国籍的话 首先就是要有 应该是要有正社员的这个工作 为前提 能够保障经济 对 纳税 纳税足够五年嘛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个 你好好工作 好好工作 然后我才能规划日本国籍 大概是有这个单级 但我们得分开它呢 只是先说职场吧 职场的话 开头我们介绍 为什么让我老婆回去工作 我没回去 就是每个人对职场的压力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你这个工作 是不是很适合你的性格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老婆感觉 她是觉得明天上班 乐呵呵的 因为上次也好 跟同事相处也好 都很轻松 但是我是 你之前做营业 我是有营业上 就是业绩上的压力的嘛 对对对 所以你很难去笼统的说 我在日本工作一定有压力 或者一定没有压力 这其实跟个人的性格啊什么的 缓解压力的能力 都是密切相关的 反过来说 现在我在做这个 跟一个日本YouTuber做那个视频后期 只感觉不到压力 虽然只是零工啊 没有很大的责任 但是多少还是要 你比如弄个措子啊 什么出来也不好 多少也是有点责任的嘛 但是我感觉不到 就归根结底就是 这工作是不是你喜欢的 和你的性格是不是相符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 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 或者台湾也好 就是东亚国家都会对日本的职场 有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上次动动就斥责下属 然后压力很大 每个人都觉得不行啊 什么假扮文化 这其实以前有 但是就不过我们之前的视频也介绍过 这其实都是对日本的一个固有印象 然后却没有意识到日本是在变化的 就是现在日本 包括那个欧美的人权团体 对日本的这些劳动环境的指责和 你说监督也好批判也好啊 还有日本本国的这种 劳动保护法的各种改定啊 执行了力度啊都在变化 这几年特别是所谓90后和00后的 日本所谓宽松时代 开始进入智商以后 这种加班啊 涉智商霸凌问题是很少见的 因为我们可能年龄大的一代日本人 他们能习惯但是年轻人是受不了你这种 稍微说个重话他就不干了 他真词 不像是以前那种 日本人所谓的传统日本人 那么在乎就是一个叫终身公共制 可能进一家公司就干一辈子 年轻人这么这样 你稍微说个重话他就不干了 现在日本人 新人是反过来了 日本我前两天看新闻 介绍的一个就是一个词叫 起场吸人猫死大吸人 就是怪兽吸人 意思就是说这种多怪兽 他就动不动顶你 然后你还不敢反嘴 就上次不敢反嘴 你一还说的稍微重一点 他就不干了 你一不看你本来现在整个就处在一个 很缺人的状态 你一不干 哇就缺人就更严重了 所以就是我们外国人对日本的刻板印象 这需要变的 对 这已经变化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职场经历吧 就是反正总结一下 回答就是 首先你干什么 有没有压力职场的环境 首先跟你进的公司 跟你自己的个人性格 还有你对这个工作本身的叫什么 是不是喜欢这样工作 都是有密切相关的 如果你运气好 你进的是一个 就是干的刚好是你喜欢的工作 那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挺好 因为日本的老婆 毕竟他是法治国家 他老公保护法是非常严格的在执行的 你比如我老婆前两天 他们公司 你不是说还有被人事部追着 让你赶快担心休假吗 对 对 对 我们执行的会社其实是中小企业 可能加一企业都几十人的公司吧 你在中国那个小企业 996都是清的吧 怎么可能有人事部天天追着你 让你赶快 你比如工作了一年以后 还半年以后 会有一星期的带心休假的 这是法律规定的吗 他会追着你赶快 赶快休假 这其实已经跟欧美啊 那个职场的意向 已经很接近了 欧美不是一直是想 就是会上次会逼着你休假 认为现在其实也是想 现在就往你接近了 另外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说我们作为外国出身的人 在日本的职场工作的时候 更有更多的感受 就是说很多人在 本来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性格呀 做事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工作过程当中 肯定是有冲突的 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见到本能的 就是很多人本能的会说 他们是不是欺负外国人 或怎么样 其实这个本身是由于 你们固有的习惯和思维方式 不同造成的 就我个人来讲 更多的去感受 对方的善意的话 可能在你整个工作的过程当中 就解决矛盾 就更加容易一些 建立一个阳性的循环 非常重要 是是是 就是跟 其实工作跟 还有一个类似的话题 就跟日本交朋友问题 跟日本人交朋友也是 你要是有一种 很强烈的自卑长 或者说你先自发的认为 就是日本人就是不喜欢中国人 这样的话 你就会变得过度敏短 然后过度敏短的结果 就是对方可能 无意中开了个玩笑 然后就激怒 或者刺伤到你 然后你们的关系 可能就白了 然后我们这边 我其实有挺多 那个日本话 我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那种 就是在日本交朋友 和职场是一样的 就是你不要过分的敏短 不要过分的敏短的话 其实很多问题 没有想那么严重 就是我们 大部分其实是我们自己 给自己施加的压力 还有一个具实技术语言问题 语言好和不好 这个对工作也好 对日常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对对对 物解 会生成一些物解 所以工作这方面的话 总结一下就是 那个刚才已经总结过 再总结一下就是 那个本的性格 有个人的性格 诚实的这个 还有这几工作是不是喜欢 然后那个你自己的敏感程度 日语能力 还有工作效果 这些其实都是方方面面的 很难下一个笼统的定义 但是你要放心的一点就是 日本的劳动法是 只为保护劳动者的 它是非常严厉的在执行的 这个是不需要反省的 对对 那我们今天 大概 行已经聊了三十多分钟了 大概先聊这些吧 因为最近 确实 如果有什么 低谈的方式 可能总结的也不是很好 希望我们来以后会尽量改进 然后可能会从不同的视角去 是对 刚才不是还有一个 说规划过日本国旗呢 怎么像你一样 才能规划过级 那个再说一句 手法 手法 就是简单说就是在日本要入籍 是需要连续就持续 应该说五年 五年以上正常纳税 就是你是有正常工作的那种纳税 比如就职也好 或者是开公司也好 就职应该是最 就是比较保险 比较保险也比较那个什么 因为首先你自己的收入解决了 你要是投资的话 自己开个会社 首先能不能盈利是一方面 第二个就是 你会说运营是大量的投资 需要的资金也不一样 所以 其实是网上是有很多的 那个 就是规划相关的攻略的 大家都网上查一下 一般他们写的都没有太大问题 对 因为我们俩都是寻规刀举 这样过来的 所以可能有一些就是限制啊 干什么的 所以我们俩可能 感觉不到 不是特别 特别清楚 对 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的 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 我刚才说的那个犯罪 其实挺关键的 你要是有那个 最轻力的话 我想 应该是有影响 因为它是会进行背景调查的 对 对 对 就是 你要是留学来的话 反正很容易了 留学 然后找到工作 留下来工作 你工作 到了时间 就自然一身形 就很容易又过了 对 寻规刀举 其实我们俩一直都是寻规刀举的生活 所以 所以这方面好像 也没有感觉 很多人说规划难 或者是永住难 其实我们都感觉不到 因为你要 只要按部就班的生活下去 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到了 但是前面那位朋友说的那样 你要是成年以后 带孩子 然后在中国甚至都工作过了 想要再来 这种可能就挺难了 我们觉得是挺难 确实是有那种 非常雄厚的资金的话 对 你要有钱看的话 那就另说了 你错报听的 你就花钱买一个房子 然后做上民宿 然后雇佣两名日本劳动者 这样持续五年 也是能拿到身份的 其实 那行 那今天就先聊这些吧 然后以后有什么 大家想知道的 或者是想了解的问题 也可以在下面 对 欢迎大家留言 对 我们会尽量的改进 自己的这个方式 今天第一次 可能有很多聊得不到的地方 或者是天面的地方 还请大家能够包含 包含 去聊一下 对对对 好 那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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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